弟兄姐妹早安 今天我们来看第三十一日 基督是一切 基督是一切 又住在一切里面 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 在神永远的计划中 在十字架的旧属里 在天上和地上的宝座上 执掌王权那里 固然基督是一切 就是基督是一切 在罪人蒙恩的事上 在他们的称义与成圣上面 在建立基督的身体上 在对个人的照顾上 基督是一切这句话 仍是有效的 如果神的儿女 在信心里接受了 基督是一切这个真理 那么我们每天 每刻都要从他 得到安慰和能力 当你读这本小册的时候 你是否在想 这里所说的那些 丰满的救恩 并不是对你说的 你觉得你是何等的软弱 何等的不配 何等的不可靠 我亲爱的读者 请你相信 只要你 用像小孩一样的信心 接受主耶稣 你就有了一位领导者和管理者 他必供给你一切所需要的 请全心相信我们救主的话 看来我常与你们同在 这样你必要每天经历 他的同在 无论你的感觉是多么冷淡 沉闷 无论你是多么的有罪 请在隐秘处去遇见主耶稣 他必将他自己启示给你 告诉他你是如何的可怜 然后信靠他会帮助你 并扶持你 你也要等候在他面前 一直等到你能因着信 而在他里面欢乐 请你将这一本小册子再读一遍 并且带着基督是一切的思想来读 虽然有时候我会忘记这句话 但愿我每天进到隐秘处去祷告的时候 都能带着这个思想 基督是一切 让我把他当作我的格言 基督是一切 让他教导我祷告 刚强我的信心 使我确信他的爱 为我开启 进到父面前的路 并使我在每天的工作上 刚强起来 是的 基督 我的基督 乃是我所有的需要 这一个会教导我们 住在他的爱里 这一个会使我们确信 他是住在我的心里 也是我认识那超越知识的爱 愿神得着颂赞 这道永永远远 基督 我的基督 乃是我一切的一切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安静 等候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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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